車來車往的愛山路急人入口 右轉車輛依序通過 園警緊盯著車輛 查看有沒有禮讓行人 園警兩個人一組 強力取締不停讓行人 但似乎用路人手法觀念提升了 围觀案件沒這麼好抓 大家只要看到到入口那邊 而且我們現在又有畫那個 特別特別明顯 綠色的方法 他們到那邊 就算我們園警沒在那邊 大家都會自動停下來 看一下有沒有行人 還有行人的秒數在那邊 所以是真的有差 因為取締的件數是越來越少 有時候可能一個班 可能只有抓到一件或兩件 就告發一件 機車抓不到 然後過去的話再多兩個小時 可以抓到七八張甚至到十張 現在大概一張到兩張這樣子 取締件數下降雖然是好事 但基層員警要站入口抓不離讓行人 還有其他勤務 借用最近治安事件頻傳 又爆出基層員警出走槽 借用市議員鄭義芳 邀請了警察局長張樹德 親自站入口體驗員警辛勞 局長可以體諒我們京城遠景的辛勞 因為有時候雖然一些重大路口 我們是一定要有警察在一旁 對 來引導 但是其他其實有一些比較小的路口 我們是不是可以評估說是不是可以 因為警察都有攝影機或密錄器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是減少一位的人力 來做這一項業務 那這樣子警察的業務也才有辦法去加速的進行 那民眾也不會說要報案 到派出所報案的時候 沒有警員能夠協助 對 不過基本上我們這個警務是採固定的 比如說我這兩個員警 他這兩個小時 他就專責在這個路口 在線上的或被請的 如果這個時候剛好這個地區有擊破 還有人可以出 那萬一他案子比較大 那我們隔壁的 比如中二的啦 南龍的啦 或右邊的這個信六 他都可以過來支援 這一部分是沒有問題 所以請市民放心 雖然警方在執行這個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的警力 對監管轄區治安 議員鄭一方接獲反應 有員警一天佔了四個小時的路口 對體力來說很吃不消 但警察局長張樹德澄清 警政署即日起全國同步取締 入口鋪裡讓行人勤務專案 員警勤務時間都會做調整 不可能發聲連續佔四個小時入口 一方也非常樂見行人友善 業務專案 但是因為這項業務 導致我們員警大量的流失 以及業務的繁重 所以其實也需要我們那個 基隆市警察局長來重視這個問題 那因為這個導致我們流失率 非常的非常的高 所以沒有人願意來到基隆 那也想要一直出逃 想要讓局長來體驗一下 我們遠景佔入口的辛勞 人力短缺的部分 我們也感謝議會跟市政府 我們從五月十二號 我們有指派議交 會在早上九點到十二點 九個入口 下午五點到八點也是九個入口 所以我們這個警力是可以足以減少 不過還是要整體啦 剛好這幾天是警政署在要求全台強勢執法 那可能是要到下個禮拜六月四號 那整個過了以後 我們在整體的規劃 再跟議交人力做一個結合 議員正義方親自送上飲料 慰問入口基層員警辛勞 警察局強調警方強勢執法洗刷行人地獄惡民 一旦民眾的手法提升了 會縮小入口調整人力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